好,亲爱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五盘点评,我是Terry。 那么在今天呢,我们重点去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心态方面的一些调整,因为昨天是一个变盘点,那么变盘点过后,昨天晚上美国三大指数是不同程度的上涨, 那今天像东南亚的市场是普遍的下跌,那我们现在的牛市依然会继续吗?那如果是强势的个股,我们持有的还可以继续收吗? 如果是弱势的个股,那现在是不是机会去减仓或者是去调仓换股呢?这中间心态的影响对大部分散户的朋友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请我们红利的会员给大家分享一下在心态方面的一些建议。 那么这个视频的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若是需谨慎。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市场里面的这种股票的类型。 然后这个股票呢,叫做Burster,是新加坡的一个个股。 那我们会发现从这一波上涨的最低点,也就是庄家大资金刚刚开始建仓的这个位置是在五毛二,到今天为止接近于一块钱。 所以在这一波的上涨是翻倍的,这是新加坡的市场哈,新加坡的个股翻倍,不会像美国那么家常便饭。 但是这个个股做到了,而且是在现在的这种行情下面。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这个是STI的ETF,新加坡海峡指数的一个ETF指数。 那我们也会看到,最近是不是依然是特别强势的。 虽然从下方的资金来看,大资金有一点点离场的迹象。 那么股价呢,也是在高位前期高点的阻力附近,在这边会有一个横摆震荡。 那会不会像前面这样子,有一个一两个月这种长期的横摆震荡,或者是一两个星期短期的暴跌,调整过后,庄家洗盘结束,再一次上涨呢? 所以对于这种股票,如果是我们做中长期的投资该怎么办呢? 那短线要不要担心呢?另外一种类型的,大家看这个呢是MEDDAG,我们知道在去年呀,这些HELTS相关的个股,几乎全是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的上涨。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股票,你现在还要对它恋恋不舍吗? 我知道有很多人目前还是在中仓的。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股票,你发现在去年8月份,2020年的8月,大资金就已经开始跑路。 那么到目前为止,虽然白线没有跌穿,但是股价它根本没有一个大的动态。 虽然说可能基本面这个公司非常好,非常的赚钱,但是股票的涨跌,它是要靠资金推动的。 那如果没有大资金,近来没有大资金的推动,这种股票的上涨也是比较难的。 我们做股票,记者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 然后这种类型的股票呢,同样的道理,它的业绩很好,基本面也不错,但是现在是没有庄家债的。 没有庄家债,它就不会起。 在前面两次的分享中,跟大家有提到过,关于现在的这些经济复苏股,比如说地产类的股票,像城市发展,UL,capital line,一会我们还会再简单的看一下这些图表。 像这些地产类的个股,包括呢,航空类的个股,像SIA啊,包括SPH啊,这种类型的,超跌的,现在都出现了一种股胀的行情。 就是前面,蓝筹股上涨,金融股上涨,但是这些股票呢,一直是下跌,趴着没有动,那么现在呢,会出现一种股胀的行情。 那么对于这种类型的股票,我们要不要去介入呢?它的风险会有多少呢?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图表来看一下,这个是SPX,那么从这个指数我们会看到,昨天虽然收的是一个不小的阳线,但是这个阳线还没有突破前期高点,差不多也是在上个星期五,昨天是星期一。 上个星期五,股价十字星回踩到彩虹线生命线和红圈的附近,受到支撑,那么今天呢,是在昨天是收的一个阳线,但是如果真的要恢复原有的上涨趋势,大牛式的继续上涨,第一点,它一定要突破前期高点,这个前期高点的位置大概就是在3984点,3984点,这个点一定要过去。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道琼斯的指数,道琼斯指数呢,昨天也是有反弹,但是这一次的反弹,它没有弹过在上周五下跌这根蜡烛的一半,那我们会看到这根蜡烛一半的位置,也是最上面这一条彩虹线,大概是在32747,32747。 那么昨天的B市价是在32731,还没有过去一半,所以没有过去一半,就说明这种反弹,从目前来看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它只有过去这一半,甚至突破前期高点,33000点,它才有牛市继续打仗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呢,对于纳斯达克,最近这段时间,纳斯达克的调整是比较深的,调整幅度是比较深的。 虽然连续两天,上周五和昨天周一,连续两天强势反弹,那是因为什么呀? 这些电动车的半导体的,现在是不是都在强势反弹呀?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说的是反弹,但是没有说是大牛市的持续上涨。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纳斯达克指数来讲,在彩虹线最上面这条黄线的阻力,它还没有过。 前期小高点的平台也还没有过,这个点位呢,大概是在13600,13600点,13600点。 只有这些点位顺利的都通过了,后面的上涨才是牛市的继续,那么目前呢,依然是在中期调整中。 那好,我们看一下关于特斯拉,特斯拉昨天虽然收的是一个红色的蜡烛,但是这个呢叫做假阴线, 它实际代表的是一个阳线,阳线的上涨,是不是很明确的? 这个蜡烛目前依然是在黄线的下面,虽然有一些反弹,有一些回调, 但总的来讲呢,是在彩虹线的中间横摆震荡,并没有明确的大涨,这个是特斯拉的一个走势。 那相关的这些板块,包括小鹏,有朋友喂?小鹏啊,XPEV,我们看一下。 小鹏的反弹,虽然是这些电动车里面比较强势的了,从30块钱到昨天,差不多是起到了39左右, 39左右,最高价38块3毛9,那这一波的反弹,有没有突破我们产物线的黄线呢? 答案是no,还是没有?所以我们黄线之下,通通当做反弹来做, 通通当做反弹来做,一定要收盘价,有效突破最上面这一条黄线, 那么接下来股票的大杖才会有机会,包括相关的这些半导体的,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弹, 所以我们的操作策略,大家一定要注意,是重仓,还是只能是拿小钱, 是做反弹,还是做中长期,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好,这个是关于美股这一块, 那我们看今天新加坡的故事呢,海峡指数,海峡指数是盘中开盘是上涨的, 但是在10点左右,开始出现了一个转头向下,那一直到目前为止呢, 依然是继续下跌的,海峡指数是在调,那么吉隆坡的指数从开盘9点就开始掉, 而且掉的非常的厉害,香港的指数呢9点半开始往下掉, 基本上今天全天走的是一个圆湖底的形状,开盘开始跌, 然后在中午午盘的时候慢慢的到达了一个低点, 然后后面开始慢慢的回升,那么回升能不能回到今天开盘的位置, 那要等闭市之后我们再来看了,所以在东南亚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香港的三个市场,今天都是下跌的,都是以下跌为主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DBS,关于DBS呢,前面上涨的时候有些人是害怕, 怕的不行,天天跳空,高开高走,跳空上涨很害怕, 那么终于补涨了,休息了,3月11号开始进行一个横返震荡, 到目前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没有在涨,也没有跌,一直在这边震荡, 那有些人又耐不住了,那对于这种股票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先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做短线的,还是做中长线的, 那如果是做短线,做短线什么原则呀,股票一直在创新高, 持续的拉升,当股价不再创新高了,或者是股价跌破前一天蜡烛的最低价, 那么短线我们就可以套利了,或者你发现大资金不再持续流进, 就可以套利,那如果我们是做中长线的,比如说DBS这一波从20块钱拉起来, 到目前为止28块3毛8,基本上也是起了40多个,接近50个%了, 那如果是做中长线的,像这种一两个星期的横返震荡, 更何况它还没有打跌呢,只要是蜡烛股价, 在我们这条绿色的生命线之上,都不会特别着急, 在绿色的生命线之上,中长期来讲都还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东南亚的这个市场, 那好,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散户在股市里面赚钱,为什么那么难, 在股市里面7比2比1的这个法则, 7比2比1这个法则为什么是存在的, 真正赚大钱的只有10个%不到, 持续的稳定的赚钱的, 那10个%的人呢,是小赚小亏, 或者是不赚,70个%的人7比2比1吗, 70个%的人是大亏的, 所以这里面除了知识,除了工具, 那心态特别重要, 对于我们散户来讲,如果是想赚钱, 你对这个心态一定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把握, 那好,关于其他的市场和个股, 像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印尼, 泰国,外汇,重金属, 包括金呀,银呀, 还有这个全球的指数, 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都可以WhatsApp到96469682进行联系, 那我们先看一下, 在整个股市里面, 我们说股市成功的要素有三个, 要这三个条件必备, 我们才能够持续的稳定的获利, 第一个是知识, 第二个呢是工具, 第三个呢是心态, 关于心态这一块, 是我们今天重点分享的, 那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红利的一位会员, 给大家做这个分享, 然后我们下面来听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是非常有心, 邀请到我们Homley的另外一位会员, Mr. Ho来给大家做分享, 那在今天Mr. Ho重点, 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心态方面的一些收获, 好,邀请Mr. Ho, Mr. Ho你好, Good afternoon,Cherry, and everyone listening in, Good afternoon, Many ask you, How long have you joined the Homley members, and how is your learning now? Basically, I joined only somewhere in 2007 July, So means four years? Yes, for the course. Yes, possibly four years, that's right. Good. And how is your learning now? Technically, I'm a slow learner, but I believe I have progressed from becoming a below average investor, with average investor right now. Good. 好, 那刚才Mr. Ho提到他参加Homley的Member已经有四年多了, 2017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那么2018年的年中, 2018年5月份新加坡股市开始进入熊市, 2018年就已经震荡下行了, 进入熊市, 那么一直到2020年去年的3月份底部开始上涨, 那到目前为止2021年的3月份, 这一年是震荡上行, 但是在前面一年半的时间股市是下跌的, 那如果说在这种环境里面, 我们依然能够很好的在股市里面获利, 那就可想而知, 不论是知识还是工具还是心态, 都已经修炼到一定的火候了, 那么在股市里面, 为什么人好的股票, 就是我们手中好的股票拿不住, 然后坏的股票不好的股票反而不舍得抛,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那我们可以通过韦伯法则给大家去讲解一下, 韦伯法则是说, 人如果是在获利的情况下, 往往是风险的厌恶者, 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一个市场, 做任何一个股票, 如果你赚钱了, 那你的第一个想法, 你的直觉立马就会告诉你, 然后跑掉, 卖掉, 落贷为, 按先赚, 结果你会发现, 当你卖完之后, 后面可能就是几倍, 甚至十几倍的上涨, 所以在获利的情况下, 是风险的厌恶者, 那同样在亏损的情况下, 人是风险的爱好者,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买了任何一个股票, 哪怕跌了几分钱, 跌了三个%五个%, 打死你也是不愿意卖的, 这是大部分人的一个心态, 当然有很多的朋友是一个非常理性的, 按照自己的规则和自己的这个原则来做,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宁可hold住抱住, 自己安慰自己, 我只是账面的亏损, 但是也不会去想着换口, 或者是给他卖掉, 所以这个呢, 就是伪博法则, 那我们来听一下Mr. Ho, 他的一个理解。 So, may I know why you decided to join member 4 years ago? Well, the whole story came like this, I was at SunTech City working, and one ex-teacher passed me a leave-land, say that they have contact calls for investment, so I was curious, but then they say it's in Chinese, I said Chinese,I've got a problem, and they say, why don't I attend a free seminar? So, the next day, I attend a free seminar by Mr. John Lu, and it was pretty impressive, no it's in Chinese, I'm able to understand, but a little bit slow. So, after attending two lessons, I decided to join as an ordinary member, because I'm still very skeptical, whether I can pick up all the knowledge, and apparently some things turned out well for me, so I continued to keep listening to the lessons, but I continued for three months. I'm being a slow learner, it takes me a lot of time to grasp all the basic things, that nobody has been teaching, which is very interesting, very good,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but very difficult to put into practice, because all these are my human emotions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en, that you're in the next journey, that you have just mentioned, that you've mentioned about the new knowledge, an as a series of the knowledge that you've learned and how it is, the organizational vision, yes, the first, when I was joined, they always keep emphasizing about the homely philosophy, they say, what next first, start next, long term first, short term next, and operate the familiar, it took me a few months to remember this, yeah, but it's very interesting, 然后从那里,我发现,在许多语教授,他们经常给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可以明白他们在中国的语言。 它是基本上,教授别人的语言。 所以,这就是我从那里。 and I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这就是我们先打后小的一个投资理念,先打后小,上面是指数,下面是个股,刚才我们说了,为什么有些人对于这种个股依然是非常的痴迷,甚至到目前为止都是重仓呢,就是因为可能不懂,也可能是懂了,但是对这个股票太过有感情,而让你的感性战胜了你的理性。 比如说在18年年中指数开始震荡下行,甚至暴跌的时候,那么这个个股呢,它是暴涨的,差不多是从两分钱起到了两块钱,然后从今年开始,指数一路在拉升,但是从去年的8月份,2020年的8月份,这个个股就没有再创新高了,在高位横板震荡,然后到目前一直是横板震荡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有所取舍呀,那如果你懂得这个投资理念,强中选强,优中选优的道理,我们是要懂的。 所以该套利的套利,该减仓的减仓,因为股票它总是轮动的,板块也是轮动的,大资金做哪些,我们就跟着做哪些,这样呢相对就比较容易。 另外呢,刚才Mr. Ho提到一个关于这个课程哈,其实荷莫列的课程,它是分两种的,每个星期二,星期六,星期天,这三天是英文课,那其他的时间是华语课,如果是我们对英文不是,对华语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呢,那你可以参加英文课,都没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咱是在很多的国家,在欧洲,美洲,全部都有纯英文的客户,学习都还是OK的。 好,这个是回来到我们的一个投资理念,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关于这三种人,很有意思,什么叫做先知先觉,什么叫做后知后觉,什么叫做不知不觉,那Mr. Ho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来听一下。 好,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mindset,心态的问题,因为在股市里面,一个是贪蓝,一个是恐惧,这是人的两大心态上的影响,那么你是怎么样去克服心态上的这个呢,或者是对一些新的刚刚开始做投资的朋友,或者是在股市里面收益还不是这么好的朋友, 我来自购书的问题。 好,在设计家旅则中,我提用了几个誓言,我举了几个新语话。 一种是英文的手段,他们使用一家的古斯匙, 那第一个人的良好人 必须管他的封面 第二个人用的是给人一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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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 鱼 非常有趣 我非常推薦 所有新闻 都要再次看 再次看 再次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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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 personal opinion 我认为是很好的 很多新闻 我认为是很好的 我认为我认为是很好的 因为我认为在工作人生 我认为有三种工作人员 有三种工作人员 有一个平均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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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我来到Homleague 他们说有三种工作人员 有一个平均工员 有一个平均工员 这些人 有一个平均工员 这些人 输入联储 这些人 当他们肯定成为 成为一个平均工员 他们很需要 那些愿意 对他们成为 他们成为 他们成为 那些愿意 费钱。但当他们进步,他们变成智商的投资者,认为他们可以赚钱。 这就是我学习的事情非常有趣。 谢谢你,谢谢你的名字。 对不起。 谢谢你。 Homelay 1998年开始成立,到现在是23年了。 在今年的8月份再过5个月就是Homelay 23岁的生日。 那我们也是在8个国家都有分行。 刚才我们有提到什么叫做先知先觉,那这一部分人绝对是各个行业的领先人物。 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论任何行业,不是你同样的,就是二八法则。 20%的人占据了80%的资源,那这20%的人绝对是先知先觉者。 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是后知后觉者,那我们也是可以的。 那别人吃肉,我们至少能够喝汤,能够啃骨头,也还是不错的,不至于被饿死。 后知后觉,别人已经试过了,已经用过了,告诉你这个知识能学得会,告诉你这个软件是最棒的。 另外呢,告诉你怎么样去提升你的心态,那你跟着去做也是可以的。 因为别人20多年的经验,好多轮的牛市和熊市的验证,我们直接拿过来借鉴。 另外一类人呢,就不知道是怎么活的了,就是不知不觉,节拍总是反的。 对各种东西都是各种的质疑和不相信,唯我独尊。 那这一部分人,我们也是需要的,因为在股市里面,它是一个零鹤的游戏。 股市自己没有钱,大家把兜里的钱拿出来放在这边去玩,那谁的本事大,谁就把钱拿走。 那谁不行,那你就只能是把钱给别人去做贡献。 所以这一部分人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的。 那至于我们要成为哪一种人,那就要看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了。 另外呢,最后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投资的三重境界。 因为学习呢,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就像我现在刚刚开始学着做这个直播,这个直播的软件总也用不好,每次特别着急。 但是呢,看着别人做非常的容易,一旦自己做起来就总是出问题。 所以第一重境界,就是对于大部分的初学者来讲,学了一点点,看山是山,看水是谁。 那是因为你的能力圈很小,那你学一点,你就掌握了这一点。 但是外面的很多的知识都还没有接触得到。 那第二重境界,就是当我们学了一定的知识,一定的理论之后, 那你回过头来再看,就是看山也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就是处在半桶水的状态。 学了很多,但是都没有学精,没有学透。 看着会了,但实际上都不会。 这就是第二重境界,也是黎明之前最黑暗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容易放弃。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再坚持一下,坚持过这段时间之后, 那你就成为这个股市里面极少数的能够持续稳定获利的人。 那么第三重境界呢,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个就是我们在把知识学了,把工具学了,把心态也都磨合好了。 把整个的书由厚变薄,再到厚,你就可以融会贯通, 就可以成为持续的稳定的获利者。 好,这个呢,是我们每个人在股市里面必经的三重境界。 不论大家现在是处在哪一重境界,都建议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投资之路, 那就不要轻易放弃。 相信知识,相信工具,努力的提升心态,我们坚持下去。 因为HOMOLAY永远会跟大家在一起。 好,那么关于我们这个系列视频的学习呢, 5盘的点评是在星期二、星期四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是在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中午12点半到1点。 那10分钟学股票是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 这个每天的8点,在YouTube和Facebook同步播出。 另外呢,还有这个股市的周报是在周六的8点。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个股,或者是有一些问题要咨询, 要沟通的,欢迎大家联系我的热线96469682。 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关于这个网络的公开课程。 在这个星期的星期天,28号2021年3月28号星期天, 我们特别邀请了红利一级讲师。 这个老师非常的厉害,是我们提前半年预约才预约到的, 给我们新加坡的投资者,专门做这么一场课。 关系到2021年整个的行情布局和股市收益。 那我们会学到什么呢? 如何确定上升趋势和下降趋势? 如何判定个股洗盘的结束时机? 如何捕捉个股的强势启动点? 另外就是关于当下无风险收益, 这个10年美赛收益率不断提高, 它对股市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王老师呢,都会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解析。 所以如果大家想参加的,或者是有朋友对投资有兴趣的, 都可以联系我们的报名热线96469682。 这个因为是Zoom的网络课程,仅限前1000个人报名。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呢,尽快的来联系我。 另外其他的就是关于一些个股的诊断, 关于要了解红绿软件的配套, 或者是参加在内部的试听课程, 或者是预约线上,或者是Office一对一的辅导, 都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微信联系, WhatsApp联系,96469682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今天中午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